据台湾媒体报道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6号宣布 最新一波对台军售总价3亿美元 包括F-16战机的标准备用和修理零件 及相关设备约2.2亿美元 以及非标准备用和修理零件 及相关设备约8000万美元 据报道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新闻稿指出 美国国务院已批准这两笔军售案 国防安全合作署当天也通知了国会 新闻稿宣称 美国国务院批准这两项采购案 支持台湾地区持续努力推动军队现代化 以维持可靠的防御能力 将有助台湾维持F-16战机机队的作战准备 改善所谓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近年来 美国企图以台制华 加大对台湾的军售力度 但是由于面临资金 产能 运送 其政治等诸多因素限制 军售进展一直很缓慢 民进党当局已经付款的很多军售案 迟迟未能交货 近日据美国国防新闻周刊报道称 为了更有效的协调对台军售工作 美国国防部2022年底就成立了一个 名为高级整合小组台湾的秘密小组 加速军售的效率和协调性 而这也是美国国防部首次替所谓非战争伙伴使用这种模式 针对美国国防部成立对台军售秘密小组的情况 前面带郭正亮在岛内政论节目中讽刺 该秘密小组如果是针对台湾军购的190亿美元的欠货而设立的 那也要不到欠货 因为问题在于产能来不及 所以成立所谓秘密小组一点用都没有 或者是针对我们真的军购的190亿美元的欠货 坦白讲他也要不到 因为那个完全就是产能来不及的问题 比如说F16V或者是海马士 或者是自走炮 我认为他来也没有用 成立秘密小组也没用 所以我认为事实上是没有做出来 或者是优先给了乌克兰跟以色列 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你这个成立决策小组也没用 因为事实上是做不出来 就来不及了